有很多小伙伴啊 经常遇到手机重启啊 然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重启啊 关机的啊 那么今天这台七屁 那么同样故障也是重启啊 莫名的重启 还有就是 吸屏之后 然后按 亮开机键之后 然后屏幕非常暗 然后就自动关机了 那么既然有重启 那我们肯定要先看这个重启报告啊 在设置里面 设置隐私 然后数据分析啊 我们要找到一个P开头的 P开头的一个 文件啊 那么这是一个崩溃日志啊 就是这个PANIC 然后咱们看最近的啊 9月25号 那这个机器是25号修的啊 然后 咱们看一下 他这个后面有代码的啊 AOP 然后NIMI 那我们在维修手机的时候要根据这些 啊 报错的代码 然后进行一个故障分析 那我们要多看几个啊 多看几个 因为他每重启一次 就会有一个 崩溃日志 我们看了几个崩溃日志都是同样的代码啊 然后指向的是 CPU供电不足啊 那么像7代7P啊 CPU供电不足 那么就是通病啊 非常简单了 这种问题也不要慌张啊 那么就是CPU旁边的电感驯患啊 那么我们要 把CPU旁边所有的降压电感做一个更换 那么故障就可以解决啊 现在开始维修 好 abel 来吧 这样吧 啊车 来吧 frog 好了 车 来吧 我们在了个小伙子里边 啊 着个小伙子里边上 啊 这种那个最后的 Vault 这种不过 usko 来吧 我都在了咱工 啊啊 来吧 喝吧 把这种蒜子里边 啊 喝吧 这种也蛮味道 啊 可以了 啊 一层 吃吧 跟帮子里边 还好 是哦 现在 再帮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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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